欸 三十二噸絕對不可能 No 我也很久沒跳舞了 然後也不知道在台上表演的感覺 會是什麼樣子 真的太久沒站上舞台表演了 以電影腳頭大腳頭的精彩表現 引起討論的懷秋 出席咖啡品牌活動 談到自己被點名是 本屆金馬大一珠 他也分享了當下得知消息的心情 當下我其實在 我那時候在東京 然後在看JJ東京的演唱會 對 然後那個時間 因為有一個小時的時差 所以剛好在公布的時間 就是JJ大概要開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也其實 也沒有在看手機了 也沒有在注意 然後我想說 如果有入圍的話 應該會有人訊息我 對 所以我看 看演唱會 對 我想說欸 看了半小時 我手機都沒有震動 我想說那就是應該沒有了 我當下其實會覺得 啊 有一點難過 但是一點點而已 然後後來知道是 小帥入圍了之後 我就覺得 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 就被安慰到許多了 那你有傳什麼訊息給他嗎 有有有 因為我跟他這次合作 非常非常開心 對 然後 他也沒有說安慰我什麼 他說我入圍就是你入圍 就是很暖心啊 這種獎項本來就是嘛 很難講什麼時候會入圍 或什麼事的 或是你演一輩子的戲 也不會入圍 跟著命運走吧 我們當時大嘴巴莫名其妙 也得了兩座 我都會覺得 那因為其實很多粉絲在敲碗說 就是腳頭的印記版 就是現在有大概知道說 進度到哪裡 進度我還不確定 但是我上次聽說是應該 明年初會跟大家見面 對 其他2025年初 能看到蝎子再度出場啦 而近其台去贏後 掀起超高話題 同位大嘴巴成員的薛士林 以及昔日緋紋女友楊靜花 都在其中有亮眼的表現 被問到有沒有關注 懷秋澤這麼說 對 我有聽說 我有聽說大家表現得都很好 但我還沒有看 給我一個禮拜 我們下次碰面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把它看完 因為士林在戲劇方面 最近的發展都非常非常好 那不管每一次 她有入圍或得獎的時候 我一定會訓示她 真的很以她為傲 對啊 真的 真的 我覺得如果以後有機會 然後在同一個戲裡面 一起拍的話 應該會是個很奇怪的經驗 因為我們之前都在台上唱歌 錄音啊 我其實還滿期待的 我相信會有這個機會 有想過說是可以跟她一起演 然後一起入圍一些戲劇 一起入圍 感覺會很厲害 還真的沒有想那麼遠 還沒有想那麼遠 但我覺得如果一起拍戲的話 會很好玩 我覺得會很新鮮 然後也會找回那種 一起合作的那種感覺 除了期待兩人未來能通胎標戲 許多網友更巧婉 能再看到大嘴巴合體 懷秋也透露了可能性 對大嘴巴合體 我一直以來都是很OK的 其實我們四個人都還沒有 見面聊過 如果以後有機會 然後我們四個人真的坐下來聊的話 其實我不排斥 我來約大家來聊嘛 好像也是可以 現在跳得動嗎 呃 好問題 我也很久沒跳舞了 對 然後也不知道在台上表演的感覺 會是什麼樣子 對 可能我們的四個人臉上 都多了一些歲月的痕跡 我其實都有持續在運動 只是因為我的膝蓋 最近幾年非常的不好 對 難得 可能打個止痛藥的話 哈哈哈哈 那爪跡就好了 爪跡 對 我們用手的部分就好 不要用腿好不好 相信大嘴巴的魅力 就算沒跳舞 也能轟動全場 也期待懷秋能趕快帶著新作品 再跟大家見面啦 完全娛樂採訪報導